看图片猜人物 这不是DJ喜羊羊吗 羊村里面的大哥大 智慧担当 智慧担当不是村长吗 哼 村长 他只会投上长草 这样出事了 一点作用都没有 小羊们出事了 还不都要来找村长 喜羊羊才是智慧担当 村长 喜羊羊 村长 好了 你们别吵了 哼 这个是暖羊羊 小羊们的班长 就和小豪一样 这个懒羊羊 女封都要看我懒哥 我懒哥才是神 这个怎么这么黄啊 嗯 灰太狼变异了 多多 这是不是灰太狼啊 不是 这是灰太狼的爷爷 多多给个提示嘛 你刚刚说他皮肤怎么样 太黄了呀 哦 黄太狼 不错嘛 富帅 让你梦对了 这个是肺羊羊 阳村第一天呀 女神是美羊羊 但是女神对他爱搭不理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多多一天到晚 对你爱搭不理 你放屁 这个是灰太狼的二叔 叫什么灰二太太狼 哟 汤姆 你这都知道 小意思 这个是小白狼 是红太狼的初恋行员 小豪 你知道的真多呀 那当然 喜羊羊的每场电影 我可是都有看过的哦 这个灰太狼 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定会回来的 可以啊 富帅 你居然都能答对 嘿嘿 你傻笑什么啊 哼 这个好像是喜羊羊的爸爸 叫什么志羊羊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这个我怎么都没见到过啊 汤姆不行啦 你行你来啊 我来就我来 呃 这什么 刚刚你还不是在嘲讽他吗 怎么你也不行了 狗狗 给个提示嘛 嘿嘿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说我 小伙伴们知道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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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